第一位歡迎的是陳志忠議員 請歡迎 謝謝主席 市長 各位市長 今天是兩岸小組的一個業務的質詢 剛剛主委的報告裡面 反而沒有提到中聯辦這個行程 我想這個三千多則媒體的效益 可能有很多是在說中聯辦 當然來行銷農業產品 韓市長來爭取訂單 我相信大家這都會支持 但是如果是最愛的台灣的國家主管 國家利益 那這台灣人民多數是沒辦法接受 所以市長在這邊 我們也去幫你計算了一下 你這一次的這個訂單 在MOU的部分 三驚 減的比例差不多25.7 合約的部分 大概比較多74.3 但是有一些這個簽訂 目前內容還不明確 在這個報告上面也沒有列出來 有的部分是有貨櫃的 大概有1700多個貨櫃啦 那我們議會 大家比較在意的 所有的市民 大家想要看到 就是說這些MOU也好 合約也好 他後續的一個落實 跟後續的一個追蹤跟實現 我想這個是大家希望看到的 因為不希望說來簽這個訂單 是有政治上的前提 說是政治的紅利 希望它是未來是一個常態性的 而不是一次性的讓利 我想這個市長 應該也是同樣這樣的一個看法 在不需要前提也可以賣農產品 今天我看到中央社有最新的消息 農委會他有一個國家隊 農產品的外銷的北台 第一股的水果 只有水果 就已經外銷突破20億的一個台幣 這也是非常棒的成績單 那在去年一整年 我們台灣所有外銷 出去國外 不止中國 所有的農產品的外銷 是54億的美金 折合大概1,600億的台幣 消往中國的也佔了22億美金 包括水果 包括海鮮 包括這些魚 這些 是20年來最好的成績單 所以我們要跟市長來提醒就是說 不需要有政治的前提 也不需要說要有九二共識 才可以賣農漁產品 不需要九二共識 趕快我們賣得很好 賣得下下級 我想這個中央也在努力 那地方政府努力 這是很好的事情 互相合作 那當然大家的共識 希望台灣這個 可以爭取更多訂單 讓農漁民真的受益 我想這個是目標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問 請教韓市長 在這幾天大家討論一個重點就是 是秦民黨的主席宋楚瑜 宋楚瑜主席他去中國 接受新華社的一個訪問的時候 他有說這個幾個內容 這個是我再錄出來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倡議在堅持 求二共識 反對台東的共同政治基礎上 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 進行民主協商 宋楚瑜主席表示贊同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宋楚瑜在傳統當中表示 求二共識精神有兩位 就是雙方都認同一個中國的原則 以及對求統一的這個方向 這是第二點一個重點 第三個重點就是說 兩岸一中 大陸是中國一部分 台灣也是中國一部分 對求統一的中國 是兩岸所有中國人共同這次 我想這個不是我自己寫的 這個是新華社他所看出來的專訪內容 當然宋主席說這個被扭曲 他沒有講出一國兩制幾個字 但是大家看得很清楚 從前言後語 宋主席他講的贊同的 其實就是習近平版本的 一國兩制 這一個九二共識 政治協商 一中原則 中級統一 台灣中國一部分 一國兩制 台灣方案 其實說來說去就是這些關鍵字 圍繞在這裡面 那因為市長也有提到 九二共識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請教韓市長 韓國瑜市長贊不贊成宋楚瑜主席 所講的這些言論的內容 是不是請市長回答 韓國瑜贊成宋楚瑜嗎 謝謝議長 如果議長跟成員容許 我們先把目前為止 已經完全落實的訂單 快速的報告 大概幾秒鐘就好了 好吧 來 局長 已經完全落實了 好 我想謝謝議長 在這邊也跟我們所有的議座 來進行報告 那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簽訂的 這個合約執行的外銷金額 是1.67億 4717公噸 那其中大陸港澳地區的部分 是有1億5700萬元 然後星馬地區是將近1000萬 那這是根據產地的價格 來去計算的 完全落實的 謝謝 然後MOU的部分 有一單已經百分之百來完成 他就是由龍血開發有限公司 和豪果雲的科技公司裡面 來簽的這個單子 總共是2800公噸 這個是MOU上的部分 那跟澳門公營商協會的部分 我們已經陸續在出貨 其他MOU的部分 那我們也都來去進行相關上的洽談 所以我們差不多五月六月開始來執行 所以這方面請客 謝謝局長 我們時間有限 我們希望是常態性的 謝謝 那就是剛剛那個問題 可以請市長回答 謝謝 謝謝陳志忠議員 及各位議員的關心 那麼這一次我們覺得比較 讓我們覺得安慰的就是 農產品 漁產品開始有計畫的 開始出貨 昨天晚上接待的第一個團到了高雄 就是過去澳門一年送一萬人 去泰國曼谷健康檢查 然後也來到高雄 第一團是二十個人 他們一次七天 第一天第二天去醫院 三四五六去度假 第七天拿了健康檢查報告 回澳門 那他們開始覺得來了高雄嚇一跳 他們沒有想到高雄的醫療設備這麼好 醫院這麼棒 所以我覺得我們太多的產品 外面人都不知道 那現在不是光農產品與產品 還有花 他們也不知道高雄的花這麼漂亮 下面一個就是雞肉 鴨肉 鵝肉跟豬肉 我們要開始幫他們出貨 這一點先跟陳議員 還有各位議員報告 那至於宋楚瑜 對宋楚瑜主席 這個內容的部分 說他表達的 一切他自己已經有說明 我就不再幫他說明 非常感謝 我知道我是說市長你贊成宋楚瑜講的這些內容 就是韓國瑜市長 因為他也有聽到九二共識的報紙 你是不是有贊成 宋楚瑜主席回來以後已經開過記者招待會 他自己講得非常的清楚 好不好 我不需要幫他回答什麼 謝謝 謝謝謝謝市長 當然你之前有講過幾二共識 但是九二共識 這個很明顯 根據中國北京的講法 其實就是一中原則 終極統一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當然我們希望說 當然我們希望說此於非彼於 我們韓國瑜市長你力氣收聽 你是公開保證 而且你是手握心臟講的 你拒絕一國兩制 你是堅持中華民國ROC這個版本 我們希望說市長要堅持住 不然的話 這一個照中國北京現在的這種施壓之下 我們大家很歡樂 那接下來我們回到一個特區 置金區這個問題 在報告裡面也有提到 就是說置金區到底是不是一個解藥 市長當然你有講過四個一 裡面提到經濟特區 但是置金區有幾個重大問題 第一就是說園區內外是不公平待遇 園區裡面有優惠 園區外面沒有嘛 第二就是說 什麼種的三頁 什麼種的超商能讓這支金區 這個怎麼選擇 公平性如何確保 這是第二點 第三就是說這個特區 他的資金來源 有時候是不是 國際上恐怖組織的 這個有疑慮 再來就是說 南韓跟泰國之前有潛力 就是因為資金區的這種租稅的優惠 太優惠了 結果去歐盟 被認定為 這一個妨礙租稅的公平競爭 變成列入稅務不合作名單 那這樣有那真假 再來就是大家最歡樂的一點 是不是現在因為中美貿易戰 現在判斷中國這些產品 不然是MIC Made in China 是不是透過這種錢店後廠加工轉口的方式 MIC 漂白變成MIT 變成其實是中國的原料 中國的東西 最後變成台灣出口 那這個反而變成 那這個反而變成資金區幫中國的貿易戰之下 再幫他們解套 我想韓市長你看得很清楚 這是我們對資金區的疑慮啦 到底是拼經濟優先 還是在拼中國的利益拼統一的 這是依照中國作中心的一個經濟邏輯 這個市長去參加馬前總統經濟論壇 你才罵他說搞殘經濟 這個資金區是在馬總統任內 他推動也沒有辦法有成果的啦 那當然是國民黨國會占得手 也不夠通過 因為這開始對台灣有害 變成幫忙中國解套 這個不是我們要的 是不是配合到北京已經觸統 也不是我們不會 而且是國家安全的風險 會不會變成木馬塗層劑裡面的那一隻木馬 這也不是我們不會 所以而且是要把市長來建議 真的資金區是有很大的問題 很大的方向 我們應該一台做主題性 再兩分鐘 謝謝主席 因為資金區放在台灣裡面 目前看起來 當然它的設計上有優點 我不敢說沒有優點 但是它確實很大的危險 第一個是經濟邏輯的問題 第二個是不是變成台灣 我們主席國際社會人權 比這是中國的共犯 變中國的幫兇 到時候我們是跳到愛河也洗不清 雖然愛河最近很髒很臭 這個也是蠻糟糕 市長應該多關心一下愛河 再來就是北京的已經觸統 還有國安風險的木馬塗層的問題 所以我想市長裡面四個一 你這個是常常掛在嘴上的政見 四個一 這我都把你背起來 但是資金區這個事情 實在我們市府要三四而後行 我不曉得說我們這個團隊 尤其兩岸小組 這些最優秀的政務官都在這裡 大家是不是有真的坐下來好好討論 做政策的評估 政策的風險的一個研究 然後再來跟市民 跟全體的這個社會大眾來睡眠 所以是不是市長請你來表達一下 對資金區我們剛剛所提到這些 中國的風險 國安的風險已經觸同 還是說拼到最後面就拿中國來拼 我相信它不是萬靈丹 也不是百憂姐啦 也不可能靠資金區 就有辦法來讓高雄征服與眾 高雄要大賺錢 高雄要逼首付 要讓高雄人民過好日子 應該是提醒我們自己的競爭力 改善我們的經濟的條件的本質 讓產業真正的轉型跟升級 從重工走向服務業的導向 可能這才是真正的根本之道 所以請市長回答 對於資金區的部分 是不是你的看法可以再清楚的跟市民解釋一下 來市長 謝謝陳志中議員 我想陳志中議員跟我想法一樣 我們都希望高雄發大財 對不對 而且我來高雄市單位市長之後 我深深感覺到高雄 以一個城市的力量支撐台灣重工業 百分之六十 這麼多年 付出的勞動力跟環境 說實在的高雄的環境 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所以台灣人民應該要對高雄好一點 那在這個狀態之下 我們想到了 現在有人說叫自貿區 不要叫資金區 這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才會說 如果高雄有四個大建設下來 未來的高雄經濟一定會一飛沖天 您一直強調的是自貿區 事實上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國際大機場 國際大機場高雄現在是最需要 過一段時間我會去行政院提報 從嘉義台南屏東高雄 出國要到桃園出國 這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們需要個大機場 需要個自貿區 需要完整的捷運線 還要需要一個專屬的實話 專業區 這是台灣人民對高雄可以好一點 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好不好 我跟你講 蔡議員 我覺得 你真的要對台灣民主有信心 我感覺你對台灣民主沒有什麼信心 好不好 謝謝